球員一個個練習進攻射門 守門員跟著防守培養球感 為緊接而來的比賽上井發條 熱身準備 比拼角力技巧 第五屆新竹縣國際少族賽登場 今年有12支隊伍參與賽事 有來自日本和香港的代表隊伍 也有國內各縣市的少年足球聯隊 都來共同競賽交流 第五屆的足球賽 各位說幾年來的努力 從國內的交流 一直到國際的交流 學校小朋友們都學習很快 成長也非常快 我想在未來 我們甚至所有的國小國中高中端 我們都要開設體育足球專任班 訓練我們的選手 把這份榮耀帶上國際舞台 縣長與地方代表道場 為選手加油打氣 重視體育發展不遺於力 每年三月都會辦理 國際少年足球錦標賽 八月份時則會派對至日本參賽 而本次的賽事 日方就派出了冠軍隊伍 清水隊前來比賽 日本就是有禮貌 對 就是很有賽 對 然後個人技巧也很強 默契好 就知道國外的程度是怎樣的程度 然後我們要多進步 學生們藉由國際賽事交流 對他們真有實質的幫助 不過日本和香港的球員 對於台灣小將們 又有怎麼樣的看法呢 他們的實力是不錯的 他們的體能也是非常好的 新竹線推展足球運動 辦理各項交流賽事 就是希望能逐步提升 學生球員的技術水平 也期盼能拓展運動小將們的國際視野 在這裏面上的點 一定會有很多 在這裏面上的地面 在這裏面上的地面 來看一看